9月9日 黄晓明和baby一同出席了时尚八杀的慈善晚会 围观群众除了感受到那满屏了恋爱的三寿位外 baby那原本千奇的小妇 变得明显为托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一时间baby怀孕的消息不觉欲儿 而除了这些猜测外 9月14日 有娱乐大V在微博上报料称 13日有人在妇产科遇到baby 也许做餐检 这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说 估计已经有三个月的样子 而baby的闺蜜在接受某媒体采访中直言 他们夫妻俩很努力地在造人 baby还看终于调养 这次怀上了 听说是男宝宝 小明哥很紧张 叮嘱baby早点结束手中的工作 安心在家养牌 并透透至少有四个月的身份 我擦嘞 这位网友你说得跟真的一样 老老我这种天真的宝宝 到底要不要信你啊 正当网友被各种爆料包围 猜不透真相的时候 9月13日 baby和小明哥合体现身 香港某高级商场 一向爱穿高级鞋的baby 更是一反常态 穿着宽松的黑裙和平底鞋 小明哥更是全程牵起baby的手 看起来很是紧张的样子 除了幸福的小两口 更有功夫的相陪 看着真正 莫非是真有喜事了 猛果老新闻 期待小baby和小小明的诞生 报道